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是不否认上帝的 但是上帝不是只有一个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有三十三天 二十八成天 这样重的 每一层有三十三天 所以三十三乘以一 二十八 事实上是有五天的 那上帝呢 他是最高最高的天 那所以因为他很高 他的功德力很大 他也有爱救世人 所以在他上面呢 他就不知道 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上帝是存在的 理理确确确 不要怀疑 第二个 自然法是如何来的 我不太懂您讲的自然法是什么 自然呢 就是三格大地的运车的诡则 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 我常常会梦见佛弗萨 为什么 那要看 假如你是诵经 发愿 做梦 梦到佛弗萨 这是很好 在这里 我简单地说 梦有四种 注意听 第一个是梦见 颜色是假的 比如说今天你来佛堂 你看到金色的佛像 晚上回家做梦的时候呢 梦的时候呢 你就梦见很多金色跟黄色 那个颜色 这个叫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个是假的 第二类是你四大不条 就是有一天 哎呀 你突然梦见了呢 把弹道火山爆发 你会觉得这糟糕 一定要搞出故障 可能会死掉很多人 错 是你的身体虚果太大 这是在禅经里写的 你吃开玩笑是这个 你以为觉得我在开玩笑吗 真的 也就是说你要去看中医治疗 你要去吃药 你把薛果降了以后 你就不会梦见火山爆发 不可能 甚至有些会梦见说 我常常掉在水里面 很多冰河 很冷很冷 那表示你的身体的温度太低 可能有贫血 你要去治中医 或是看医生 第二类 第三类 常常梦见死人 棺材 或是种种 那要先跟你说 这就是恶业 这是不好 尤其是梦见刀光剑 也被人家追杀 那有人曾经在讲经的时候问我 师父 我常常梦见棺材不会发财 梦中的是空性的 所以还是不会发财 不过在中工解梦 中国文化里面讲 这个叫梦见棺材 是表示你有发财的机会 但是还是要去用功的赚钱 所以在梦中 你梦见死人 棺材 或恶业 尤其是各位诵地藏经 或梦见鬼 或幽冥界众生 那是自然的 这是你的恶业参主象 第四个 假如你是梦见棺材 莲花 太阳 月亮 出家师父 或佛像 比如说你没有来过华丹党 你突然梦见这里面的所谓的三宝佛 然后有一天礼服的时候 这不是我梦中看过 那表示这个梦是吉祥的 所以梦见佛跟菩萨 太阳 月亮 出家人 或莲花 或是梦见 这些都是吉祥的 但是我也不能复带 那假如梦见 梦中梦见自己出家 算不算呢 答案是不算 你梦中梦见自己吃饭 请问第二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饱 还是要吃早餐的啊 假如梦中梦见你出家 可能是你过去是出过家 可是这辈子毕竟你还要再花心 重新出家 不是说梦中我梦到出家 好了明天我就去买一条森服 我就去吃师傅了 答案不是 所以梦有些有真有些假 请问师傅 某一个法师曾经说 藏传佛教新正佛法就会没落 不一定 不能这样讲 这是他个人的看法 可是我不一定认同 在西藏莲花生大寺院 当藏传佛教弘扬的时候 是全世界正法最兴盛的时候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故事 是不是没有普遗心 好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分析层 第一 现在的社会有真跟假 真跟假 假如他是假的 你不要帮他 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不要去助长别人 做坏事 比如说在台湾 现在也有很多法师 在市场里面 然后脱坡 有些是真的的师傅 可是有些是假的 后来我们台湾政府就做 要做ID卡 sitting paper 你要这个 对啊 我们真正的出家人 你要有证件啊 像我出家 我有三宝的证件啊 就是说 这个是社会管理必须的 ok 就是说 在台湾 所以变成说 真正的出家人 他必须去社会局 申请一个证件 纵使出家人可以脱坡 到寺庙去 或在菜市场 我们看到那个证件 我们才会投钱给他 这是从世间的角度 就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 这是真跟假 假如是假的 当然 我们不要帮他 这是对的 就好像你现在要做功德 要捐慈善事业 Charleston 你也要知道 这个慈善事业是真的 而不是吃钱或贪污的 你虽然有好心要做功德 但要有智慧去判断 这是很重要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注意听 在菩萨的角度 好人跟坏人都有佛性 好人跟坏人都有佛性 所以 纵使你知道他是坏人 会来骗你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应该也给他钱 但不要太多 但心中要发愿 把我将来愿度一切众生都成果 以菩萨戒的角度 你要帮他 虽然是假的 但是呢 好 比如说你可以给他两块心币 往一块心币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我出家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前 我刚出家受戒的时候 我去受戒 受戒 我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要搭公车 那要从南部拿车 结果呢 我就碰到 我刚受了菩萨戒 然后出家坐菩萨 我就遇到了一个乞丐 师傅 师傅 你大慈大杯 帮我买一下狗香糖 但是狗香糖是很贵 一条要一百块 一百块的话是真的很贵 五块心币 二十年前五块心币是很大的 相当于现在五十块心币 但是我心里想 我没有钱 可是在那个公车的时候 大家都看着我怎么做 你是不是师傅吗 你要慈悲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的妥相当太贵了 后来我灵机一动 我想我受了菩萨戒 我应该帮他 我身上就抛出了十块钱 因为一台奥巴要五十块 没有对不对 我就给他十块钱 我说我是师傅啊 我是瓶僧啊 很穷的 头光光没有钱啊 但是我还想是帮助你的 希望你好好 你要阿弥陀佛 就请你拿 他拿了 拿了以后呢 我们就排 结果我就上车 上次我坐了第一个位置 我回头一看呢 我就看到一个人啊 黑社会就过去 打他的腿 钱给我 那时候我流眼泪了 原来那是什么 是呢 控制集团 就是抓这个残障人员 然后控制集团 而要他的钱 那时候我心中流眼泪 就发现 愿我将来度这些众生而成佛 所以听好 第二个回答是说 站在狐撒街的道场 的这个这个角度 你要跟众生结缘 你要结善缘 而不要结恶缘 所有的注意听 乞丐 乞丐 会在你面前 给你看得到的话 一定跟你有缘 你可以帮助他 一块心力 或两块心力 就好 不要帮你太太多 但是你心里发愿说 我愿希望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愿一切众生 都成佛 这个是圆满你的菩萨界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啊 就刚才讲的 成东老母的故事 将来别人不能度他成佛 你可以度他成佛 为什么呢 因为你曾经给他 一块钱新币 他看到你啊 他会生欢喜心 你讲佛法 他会相信 可是你将别的办法 是来讲的 就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听懂吗 我会大家两个做准终结 第一 站在世间的角度 你要先要知道 真跟假 假的 你不要给他钱 这是对的 真的呢 我们应该帮助他 第二个 就是你啊 捐钱给慈善事业机构 也要确定这个慈善机构 不是吃钱的 不是贪污的 这样子才有多分的 第三个 就是站在菩萨界的角度 不管给他 帮都帮他 你都应该要帮他 帮他 不要帮太多 否则呢 会增长他的贪心 这是让你心中发愿 将来要度他成佛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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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如何去无障碍 当精进修行民主 当心谢来的时候 这一条请留着 我明天会讲精进过努病的节目 第二个 师父 请问身为佛弟子 如何正确支持民主的运动 比如说缅甸世界 对不起 缅甸世界我不太清楚 不过我先讲佛教徒 在不同的国家 佛教跟政治之间 关系是很复杂的 简单说印度 印度佛他本身有功德 他也有八个国王 所以八个国王 都是佛教徒的大国王 但是在大乘经论里面 大概分为三类 有一种说文武百官 他也是佛性 所以我们要顾他 有第二类说 文武百官因为狡猾奸诈 出家人的戒律 要远离这些政治 是很复杂的 所以一定要远离他 第三种说 文武百官不要太靠近 也不要太远离 太高近 佛教很会被摧毁 太远离 你真正佛教需要帮忙的时候 也没有人帮你 所以在大乘经论里面 有不同的看法 传到中国以后 我举两个例子 安世高大师弘扬尼勒迪萨法 他就说 若文武百官跟国王 我学佛法的话 佛法没办法兴盛 所以安世高大师 他度了很多文武百官的人 可是静谱中 庐山东陵殿佛 会员大师 他一辈子 就不跟文武百官 才交道 假如武百官要请佛法 他绝对不会去他家 你到寺庙里来请法 而且他送客人 就送到一条溪 然后就走了 他绝对会不会应付你 所以 因此在中国 不管大宗佛法 您可以看到 很多的法师 有不同的怨心 有很多寺庙 有不同的作风 但是在台湾佛教族的生态里面 我们喊出的口号是 政治中立 也就是宗教跟政治要分开 因为我们台湾呢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党派 每一次呢 他要选取的时候 都是到各个宗教去办法 可是到了南传佛教 南传佛教 泰伯斯里兰卡 有些国王本身 像泰国的国王本身这种佛教族 他下令佛教为佛教 全部的人要信佛教族 那当然他是有他的福报 到了西藏 举一个例子 尊贵的达赖里 老妈 他因为他的历史跟文化关系 他是正教博弈的 他是西藏的法王 同时他也是西藏的成统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不过我觉得呢 简单的说 我觉得佛教徒本身啊 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呢 你就应该关心政治 你也应该去关心你的人民 但是你不要干涉政治 在新加坡就很明白 宗教团体如果干涉政治的话 就会违法 那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最近要选总统 对不对 我一月要回去 我也要选啊 我也要 我是中华民国公民 我有全力投票 我也会去投票 搞不好就抄我一票 总统就换人了呢 对不对 大家谁也不知道 那种事 我也不知道 所以换句话说 我觉得佛教徒呢 在一个佛堂里面 不要谈政治 但是要彼此尊重 因为没有国家 因为没有国家 你也不肯休息 所以佛教徒里面讲 上报是从恩 国家恩 父母恩 师长恩 跟众生恩 台湾佛教会这么兴顺 也是台湾有一个以前很好的政府 现在政府 OK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在安定的世界里 环境里没有战争 不用去流亡 你可以好好工作 你要感谢国家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不一定 要关心国家的事情 要关心政治 但不要干涉政治 跟参与政治 在佛堂里面 尽量没有谈政治 免得会误会 知道吗 不要说有联友 对不对 你是A党的 我是B党的 本来你阿弥陀佛的 两个就吵起来了 那很奇怪 你到底这个世界吵不吵呢 对不对 你要想一想 所以在我的商业经测 我也立宗旨 不可以谈政治 尊重每一个人 你选任何一个党派 你要谨慎的选 这是我建议的地方 第二个如何正确 道德行为 来支持世界暖化的运动 及教导下一代 我觉得正确的道德 就是最好教五戒十善 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 老师也越来越难当 其实学生也越来越能教 整个社会物质化很多 越来越诱惑越来越多 其实未来的人 想法是真的变化很大 但是问题是 不管你现在是住的好 吃的好 穿的好 开的很好的车子 可是你一定有身心灵 身 你有身体 你要房子 要吃饭 你有心灵工作 所以你要家庭 要朋友 要艺术 要通月 可是以精神生命来讲 你一定要有佛法 才会能让你解脱 佛的你生生世世 再怎么算 再怎么漂亮 你还是会有老病死的 所以我觉得以五戒十善 先来教你的孩子 很多的灵友做工很辛苦 我很知道 但是我要提醒你 不要只是拼命赚钱赚钱 而不教孩子 有一天你如果钱赚到 你孩子变成酷哥辣妹 或者太饱的时候 那你会放声大哭的 那时候你来求师父 师父委说 没法度 对呀 因为当时该教的时候 你就不教 该打的时候 你就不打 该骂的时候 你不打 他已经翅膀斩命就飞了 你不能说你命苦 是你自己当时不愿意教 你能够做父母的 应该尽你的责任 我知道做老公也很辛苦 做太太很辛苦 可是教育孩子是你的责任 赚钱赚多少 跟你讲都不会饿死的 何况你好好学佛 我就很少听过饿死的佛教头吧 对不对 你真正修持的话 佛菩萨也会过念 所以五戒十善 来端正社会的道德很重要 世界的暖化现象 应该先从心慈悲开始做起 假如我们人对动物慈悲 对人慈悲 慢慢你就会重视到缓缓 缓缓有固执的缓缓 心灵的缓缓 崇拜的缓缓 我觉得都值得我去教 至于教下一代怎么教 注意听 教做人跟品德 你不可能教他知识 举一刚刚的意思 你叫小朋友 教他要做人 要有礼貌 要有态度 要很好 不可以呢 老爸 你就是这样 在众人面前讲爸爸的故事 这是很没有品德的 每一根都是有缺点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若以知识来讲 你是比不上小朋友 小朋友现在会用电脑 他会打电动 很多爸爸妈妈都不会按手机 SMS 我跟你讲 我也不会 你看 不会不丢脸 我SMS 是叫我学生把我送的 但我起码有没有 所以未来呢 是未来越来越进步的 搞不好外来呢 我出门是按一下 打到太空船的 不会就不会嘛 你可以请人司机啊 这并不丢脸 但是人类的文明 不管怎么进步啊 他一定有做人 品德跟道德 佛来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 轮回的根 要从业跟烦恼去改变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跟你下一代的朋友 跟你下一代的孩子 作为朋友一起跟他成长 以前我那个时代 跟在座现在讲 有四十几岁或五十几岁的人友 他说爸爸妈妈最大 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说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我们都不敢讲 可是这个时代不一样 你说一啊 小朋友说二三四耶 你说五呢 他说六七八耶 那怎么办 只好我们朋友沟通 我们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努力 其中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要真诚 第二个不可以欺骗 第三个要慈悲 第四个要忍让 请你写下 这很重要 我不知道谁问你 第一个要真诚 第二个不可以欺骗 第三个要慈悲 第四个要忍让 假如你能够按照佛子行 三十七送去修 那更好 为什么 人与人落欺骗 假如你教小孩子 小孩子骗你 会骗爸爸妈妈 将来就会骗老师 就会骗别人 骗朋友 最后他一辈子会骗自己的 最后他一辈子会很孤单的 对 所以不可以欺骗 所以我觉得 你要心放得很宽 有些爸爸妈妈担心太多了 哎呀 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其实孩子就这样子 孩子来你家投胎 其实跟你是女人 就像有一场戏 小孩子小的时候 你抓太紧 就像小鸟 你也死 你放胎的时候 你就怕他飞了 其实他该飞的时候就飞了 但是他到全世界各地里面 他会想到 爸爸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话坏话我都能够分享 那你就是成功的父母了 是不是呢 所以我觉得 教道德 教品德 教做人 比你教知识 跟能力 跟才华 比他重要 接下来我回答问题 问题有多少 我就尽量回答多少 那没有回答的人 请不要失望 因为他时间太短 接下来我们就会 八月底下 好 请看问题 师傅 第一个问题 在佛教徒里 是否允许佛教徒在家出家 参加社会上的世纪活动 比如反独的活动 跟和平示威 这问题有点复杂 听到佛教徒是可以参加的 不过这边讲在家出家 我觉得在家居士可以参加 出家中要谨慎 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 在家居士 佛教有在家出家 有些东西要出家人领导 可是有些众生 比如说赌场 敬礼院 或是很多风化场景 出家人就不适合出去 只要一个师傅去红灯区 走不来 咦 奇怪师傅 你怎么在这里 这么奇怪 人家会毁棒 所以有些居士 要是在家居士部 所以出家伸保他的威仪 有些东西 尤其是出家众 当人家邀请你参加 四级活动的时候 要特别谨慎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传播媒体 都会乱乱拍 拍一张 你看现在出家人 也视为有形 这样的标题是不好的 所以在台湾 我们的出家众 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众生是无量 众生有好人也有坏 在家居士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 你参加也要活动 像比方说 反毒运动 扫黄 扫黑 扫暴力 反毒 卖毒品 这个佛教都可以参加 为什么呢 因为毒品 会伤害众生 色情也会伤害众生 只要违反五戒十善的 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去适当的反应 所以在家居士 参加反毒活动是可以的 但是出家众呢 要谨慎 除非你有正当的团体 参加竞争会 而且讲话也要谨慎 不可以忍到其他的 非国教统也生烦恼 那下面你讲一个和平示威 严格的说 你要示威本身就是不好 在有些国家和平示威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就举新加坡 是不可能示威的 你一申请就被关了 可是在我们台湾是很多 闭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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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佛教徒 听好 示威本身事情就是很危险 为什么 当然民主国家 在美国或是加拿大 或在英国 都有很好的团体 当他虚威流行的时候 第一个不可以产生暴动 第二个不可以伤害众生 第三个不可以产生脏乱 第四个不可以产生交通混乱 你要遵守的这些条例 你才可以参加 佛真人 当一旦呢 黑手黑手的时候 可以讲一个人喊打 穷对你打 那你也会被受伤的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 你要参加和平示威 我没有说不可以 不过要很谨慎 知道吗 不一定用示威 当然佛教徒要团体 听好 现在的社会 佛教徒也不要 因为慈悲而被人家欺负 所以该讲话的时候 就要讲话 举一个例子 我们台湾有些传播媒体不好 杂志也不好 东东东就是演和尼姑 在电视上乱七八糟的 我跟你讲 一年以后 第二天佛教都开始开机制会 你为什么要拿和尚做开玩笑 他说我们演戏吗 那你为什么不拿别人开玩笑 同样的也不可以拿基督教 天主教的牧师跟神父开玩笑 对不对 所以佛教徒要有一个公开的发源权 在我们台湾就会这样子 讲话的传播媒体 他捂入出家人 所谓和尚 或甚至迷失的话 第二天 他就会被人家批评 所以群众力量 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佛教徒不要过度的激进 变成激进党 也不要过度的软弱 被人家欺负 应该发言的时候也要发言 要很平静跟和平的去发言 第二个 身为佛教徒 如何正确以佛教的教导 去看待他运用在世纪活动 我觉得佛教你不要太在乎 应该佛教徒本身有清净的身口意 佛教徒每一个人都很手法 佛教徒每一个都很慈悲 佛教徒每一个都很力量 那团结起来 人家就会尊重佛教 举一个例子 台湾慈激功德会 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很不幸的台湾有大地震 对不对 这是我们台湾的业 你看到大地震一出的时候 对不对 全世界都还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政府还没有出动 全台湾的慈激功德会就出动了 我不属于慈激功德会的人 但是我非常的赞叹 正言法师 以及慈激伟 他真的很了不起 真是大面观世音普渣 对不对 你用做的力量 比你嘴巴高就讲 有用 所以佛教徒在印度尼西亚佛教徒也要团结 不要自己砸自己的讲 华人在这个社会就很辛苦了 你更应该团结起来 实际的行动力量很重要 当然在台湾大地震的时候很不幸的说 不但是佛教徒动员很大力量 我告诉你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各个民间宗教团体 都做很大很大的力量 好 接下来灾难完了以后 你要怎么领服大家所有的悲伤 基督基督上次东南亚大海啸 对不对 东南亚很多国家 也是很大的灾难 对不对 这是我们众生的业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应该参与 教育 文化 慈善事业 你的行动力量很重要 当然你要有政治政界 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在佛教的社群活动中 应该怎样如法的去 启发神面对这些问题 我想这位联友是很关心社会 很好 但是我不认为佛教徒 丢到政治里面 你就一定会打赢的 为什么 因为外人比你更多 我觉得佛教徒 我建议你做几个事情 真正的佛教徒可以做的 从巴旦岛开始做 或是一个一个地方 一个市区做 第一 做社区关怀 各位有没有想过 巴旦岛的前面也有很多可怜的人 你当然要结合当地的好的官员 不要找不好的官员 做社区关怀 第二个过程 教育 第三个 做医疗 第四个 做文化交流 最后第五个 再来做佛学讲座 再重复一遍 第一 社区关怀 第二个 教育 各层的教育 第三 医疗关怀 第四 文化交流 第五个 再来做佛学讲座 这样的话 当地的人他就会认同你 他根本不懂你们讲经的什么讲 佛子行三十七宗啊 什么大黑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我都搞不清的 但是他要看你佛教 你做给我看 所以佛教徒应该团结 慈悲的力量应该要去展现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佛教徒就要从左邻右舍去关怀呀 佛教徒要像一般人 左邻右舍有些人 总像占你的便宜呀 那你这样的话 人家就会笑你呀 这是这个邻友 关怀社区的活动 三个问题 我们回答到这里 第二个 师父 请问我想 做任何事情 都在现实中无法做到圆满 但是心中要如何做到圆满呢 听好 佛经理讲 心要圆满 你的心要平静 不可以激动 那我给你建议是 做事要用三个心 第一个 凡事要用心 第二个 做事要信心 与原相处要有耐心 再讲一遍 用心 信心与耐心 我觉得佛教徒很多东西 不是光光嘴巴念念经经而已 你做很多事情都要用心 在佛堂要用心 在公司也要用心 在家也要用心 对不对 我刚才就说啊 算签的时候你们都记得了啦 可能念大悲众的时候都忘记了 对不对 师父请问 自己是否有悲磨 悲磨干扰 什么叫悲磨 其实悲伤是过于不及都不好 有些人呢 看到很多东西啊 都想的很负面 看这里 我的讲义就是这样 可以分A B C D 有时候看事情 不要只是在哪一个角度想 所谓常常什么事情都往外想的 就容易产生悲磨 看那边呢 哎呦 好可怜哦 哎呦 他没有钱啊 可是不要这么执着 你怎么每天都在流眼泪啊 身边当中没有快乐了吗 所以A B C D 你不要只是站一个角度想 你要从A角度想 想成B 想成C 想成D 所以应该乐观一点 甚至呢 应该跳起来想 站在天空里想 这A B C D 哪个角度想是对的 天体上没有觉得对跟不对 所以你凡事都很悲观的话 就会产生悲磨 第二个 你自己会不会被幽明界众生干扰呢 除非你造了恶业 幽明界众生来找你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脸有过磨的话呢 你应该是没有被鬼残的 不用担心 因为你如果真的被鬼残的话 你就不会坐在这里这么安静了 师父请问 《月葬吉祥经》发明文所说 令法有自然是什么意思 很好 意思是说 在家出家的弟子 要用身口一行为去实践 让正法像火法一样 让他真正在这个世间 永远地点下去 这叫令法九世然 我这讲一遍 令正法的灯菌 火把 或者是灯塔 能够永远地继续点下去 就像在佛经理 我们共修的时候 都会从这里 师父点一盏灯 然后再两个零雕点灯 然后大家点灯 一起点灯 然后念六次大明灯 不念火 一个一个上来共灯 这个代表无敬灯的意思 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师父什么是空观呢 如何修 空就是什么东西 它都不是真实的 举一个例子 你坐在这边 你知佛一样东西 那你就要去想 这个是不存在的 举一个例子 花 拿花来共火当然很好 可是你想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而且你看 越漂亮的玫瑰花 小心刺越多 那你坐在这边想 今天很漂亮 明天天气很热 过了三天以后 花就掉了 所以可见 好的东西永远是不存在的 这等到这样去思维 这就是空观 我昨天讲经 遇到乐境跟苦境 要观一切如彩虹一般 如梦幻想 那个就是空观 请问师父 为什么文殊菩萨做的是狮子 普贤菩萨做的白像 这是在《华严经》表法 文殊师弟菩萨代表智慧 他拿剑 那智慧有智慧的时候 他像狮子一样做狮子猴 表示他能够讲经说法 真的文殊菩萨右手是拿智慧剑 左手呢 是拿莲花 莲花上面 波日波隆秘的经 所以代表有智慧的时候呢 就像动物一样 动物里面呢 所有狮子一叫的时候呢 大家都怕 表示文殊菩萨可以说狮子 孔贤菩萨代表怨愤 愿愤就是要有长远的心 比如大象 大象是所有动物里面 在印度里面是最大的 它可以载东西 而可以走很久很久 虽然马 骆驼也可以 但是他在的东西很少 所以 普贤菩萨其白象 是代表人 入负重的意思 好 所有的问题就先达到这里 其他只是要用文像 和归重 好 谢谢各位 今天讲经 这次的讲座就讲到这里